这夫妻两个人能够结合在一起 本来就是打南边来了一男的 打北边来了一女的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更多的是嗅到了幸福和炫耀的味道 我总觉得唐先生您今儿虽然是抱着一肚子苦水来的 但是就是把这个女人放在身边给我们大家看看 你看看这就是我宠了九年的女人 漂亮吧 您在抱怨很多事情的时候 您也做了呀 这是您宠出来的吗 您惯出来的吗 我们会发现在家庭生活当中 永远有一个人是一直抱怨多的 抱怨多的那个人是什么人 干活多的 因为他永远会觉得凭什么都我干的 你怎么就无动于衷啊 但他边干他边说 你让他停下来不干吧 他停不下来 所以我觉得治这样的人最好的方法是什么 当他边干边说的时候 嘴碎的时候 就给他一个甜枣 哄哄他 感谢一下 哎呀辛苦了 因为如果你的无动于衷 就会换来他一直唠叨下去 所以另外一半 怀有感恩的心 感谢的心 然后这个人心里就会平衡 因为他觉得什么 我的付出有人认可 有人看得见 那就值了 你说他真的能不管家里 不管这个店了吗 不可能 能不再仇你了吗 也不可能 但是不能既不做 也不说 也不表达 那这个婚姻就成一滩死水了吗 最可怕的婚姻状态 不是无人陪伴 而是有一个人就在身边 但是对我的付出视而不见 对我的身心没有关注 这是最可怕的状态 所以我觉得挺好的 你挺幸运的 有一个这么宠溺的人 但是你要知道感恩 知道看见对方的付出 看到对方的好 谢谢 好 谢谢莎达老师 我觉得莎达老师说挺对的 感恩的心其实挺重要的 你呢 有一个问题 就站在那个样子 就越来越像 就是什么 就仙女下凡 他是不是仙女下凡 是吧 你当初就把人娶回家 你答应了人家 是吧 这个也不用你干 那个也不用你干 现在突然之间跟他说 不行 那个地你得种一下 那个衣服你得缝一下 他就受不了了 远嫁也好 下嫁也好 都不要抱着一种 你必须对我好的那种想法 但凡你抱着这种想法 你一定后悔 对吧 而这个男人做得还好了 不算差了 我毕竟该都干了 这是一方面 第二方面呢 为什么现在你感受不到 自己在他那边 还是个仙女 是为什么呢 因为你只是长大 你没有成长 你没有工作 就说白了 你们两个人这份生意 一个人也是做 两个人也是做 你在里面没有太大的贡献 你又没有 以前的那些模特 什么的光环 然后他刚才说了一句 你那些模特朋友 怎么怎么样 估计他也没有在 模特朋友那边太推销 对吧 你看 本来希望你拓展的人脉关系 你也没有拓展 不是说这些事 是应该你干的 而说这些事本来是可以 让你继续有光环的 但是你都没有做 所以你的光环 是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了 所以我说你一直只长大 你没有成长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呢 你们现在有一个问题 其实他看出来了 确实你现在对他 有一点不满 这个不满 我说白了 你们就是相看两身眼 这个心里面 是绝对是有一点的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太长了 他听你的唠叨 听的时间太长了 你看着他那个 无所事的样子也太长了 就算是在一个亲密关系里面 我们日常也只有晚上 或者休息的时候 两个人在一起 结果你们呢 24小时在一起 这种过度相处 很难免伸出相看两身眼的状态来 需要的可能还真的是 你再去找一份工作 可能这件事情 对于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来说 是一致更好的补药 就这样 谢谢 好 谢谢陆琦老师 谢谢